众生就起了嫉妒的心 起了怨恨的心 不贫的心 这都是烦恼 不晓得一切众生佛报不相同 人家好 他有佛报 他过去修的 他应该得到的 我不如别人 我过去没修 这个是很公平的事情 如果我要修得好 那我果报当然胜过别人 这是一定的道理 众生不明白因果的道理 看到别人胜过自己 其嫉妒怨恨 那将来自己更是堕落 换一句话说 你功夫永远不会得理 永远还是随身烦恼稀奇 见到别人得到利益 升迁了 得到高位了 得到荣誉了 你的忌重生 你的忌妒还是灭不了 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要警惕 要有高度的警觉 还有这个念头升起来 自己立刻要想得 又在造罪业 虽然没有这个行动 念头就造罪业 一夜 即时看到别人荣耀 别人得利益 我们生欢喜些 别人遭遇困难 我们有怜悯心 这个功夫才真的得利 你的念头真的转过来 转不是在口头上转 是在心地 是在境界里面转 用心要纯正 佛经上说一句话说的 无奈他荣 看到别人荣华富贵 他心里很难过 于是想方法来破坏 想方法来障碍 我们要认识 要认清楚 才不至于受到他的伤害 不至于遭他破坏 我们要以纯善的心 纯善的行为 护持正法 在护持正法中 最重要的是 护持自己的极尽法 我们常讲的清净心 这比什么都重要 嫉妒是嗔恨的一分 见到别人超过自己 心里面就不痛快了 这也是居身烦恼 很少人没有这个烦恼的 看到别人生死 心里头不痛快 马上就觉悟 我这个嫉妒心的起来 破坏了自己的清净心 障碍了自己的 确正经 这就叫魔障啊 烦恼起来 心里面很不痛快 自己在受折磨 受折磨就叫做魔 这些障碍 叫你自己在受折磨 千万不要以为 平常小小的不高兴 看到别人有好事 心里也有得不太舒服 嫉妒吗 以为这个是很小的事情 都没有留意 但是你不知道 既小过就变成大过失 既小罪业变成重罪业 怎么能够不留意 怎么能够不检点呢 修行就是要在这微信地方 时时刻刻提高进去 世间人实在讲 多数人都有个痛病 因为小善无所谓 不可认真去做 小欧也无所谓 也就疏忽了 这是我们修行 不能够成就的重大障碍 佛在经中告诉我们 得实不是真实的 可是世间人都迷在其中 因此造出 十十多多的罪业 在二十四个不相应刑法当中 得实是列在第一条 可见的众生对于这个问题 迷的是多么的深 多么的严重 感应篇这个四句讲得好 世间人对这种事情 他们的看法想法不正常啊 见到别人有德呢 就生忌妒 见到别人有识啊 就生欢喜喜 这个一念心 就造无量罪业了 太上 救人之过 这是人的过时 这个四句是救人之过 教人 看别人 跟自己 没有两样 见到别人有德 能生欢喜喜 见到别人有识 能生怜悯心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这个例子是真的有 在寺院里面 修供养 修福 看到有一个人 供养一百块钱 那个人看到了 我供养两百块 他要好胜 要抢在前面 烧香呢 不甘心之后 一定要把它排在第一个 烧头一炷香 给他玩喜 他前面有个人 他就很不高兴 这个人修福 将来到哪一道 阿修罗道 看他的福报 福报最大的 天阿修罗 其次的人间阿修罗 再其次的畜生阿修罗 回到阿修罗 所以阿修罗的 嫉妒诚惠心特别强 这是我们自己 必须要警惕 如果有这个 戏气毛病 那要赶快改 为什么会嫉妒呢 不愿意看到 别人比自己好 这个就是不正常的行为 希望别人都不如自己 都是顺利道行 见到善人 见到善事 心里面不愿意 或者加以毁谤 加以批评 如果是个善人 那他的态度就不愿意 那他的态度就不愿意 善人 见到善人 见到好事 他生欢喜喜 不但欢喜 而且他知道随喜功德 这个尽心尽力 就帮助他 成全他 为什么呢 这一个善人在这一方 是这一方人的他榜样 善事必定能够立业霸动 成人之美愿 成就自己的德行 度计男女具有 这人之常情 男子 愿人有功名 就度 见人富贵 也基督 地位 也借尽自己 基督心生起来 怕别人 把自己抵下去 财甚己 也基督 这里有个总结 都是心量 太小 质量偏情 所使 我们今天讲的是 心量太小 不能容忍 这个度使 使 没有根基 使 不得受用 真正学问 有根基 得受用 就像佛讲的 不但没有嫉妒 没有傲慢 情绪 还能修 随习一共的 看到 才感比我高的 决定能够让行 不会去竞争 你做的比我好 我应当让你 权威也都让给你 为什么呢 人民的福 社会的福 能够为众生想 为社会想 为人民想 你就会让 这个道理 我们要懂 这是大德 这是大成就 为什么呢 别人的成就 就是我自己的成就 我自己不如人 居到这个权威 不肯让人 害众生 你们想想 因果 因果就多地狱 我能让给别人 别人做的比我好 比我更有成就 是我的成就 要记住 什么都是假的 佛在金刚经上 告诉我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眼 如露亦如电 这想速度之快 它就像落水 像闪电一样 一下就过去了 全人 对人 对私 对我 都不要认真 认真 就造业 造业 就赶得 不如意地过爆 假的 活比认真 活比自己 给自己 过不去 我们要相信一句话 决定 害不了别人 我常说 你动了一个害人的心 对方伤害了 算非 自己呢 切分 自己切分的 账到什么时候算 死了以后 就明白了 三途 枯保 佛的话是真的 圣贤的教诲 是真的 叫我们要原谅别人 原谅就是修福 集自己的福德 不能原谅自己的福德 没有了 感谢观看